台东市民代表会第十一届第三次定期大会 市政综合咨询 5月3号上午由市民代表陈国民 邱英山 陈明峰问证 陈国民代表咨询张市长 高雄核定给台东县50吨的垃圾焚化量 台东市分配到多少 张市长表示会尽力争取 至少要30吨 希望将来朝掩埋场扩充方式解决垃圾问题 我是希望说啦 上次市长也有报告过 我们掩埋场的旁边是荣民住的 这也可以去争取 究竟是最方便的 对 究竟是最方便 花费金费又省 还有一点就是说 现在乡镇的垃圾 他们都是就地掩埋 如果是台东县分到50吨的话 我们也可以争取到50吨 全部拨给台东啦 因为各乡镇 他的垃圾量少他都就地掩埋嘛 因为各乡镇都有掩埋场比较多嘛 其实现在 包括达人那边可能也是都饱和嘛 他们可能到达人那边啦 一些乡镇 我们是不管他们的行政 我们是说 我们该处理的是台东市的问题 最好是 最好是50吨都给人 这是我最爱热建的啦 但是有时候这个决策钱 还是在台东县政府环保局 所以我们要去争取啊 所以说我那天指示我们就讲 有就地掩埋的 对 不送到外县市的 就把这个优惠就给台东市嘛 因为首善市区嘛 首善市区对 铁花路新建原民文创工方 却压缩到原来就狭小的倒入空间 陈代表要求施工所与县府协调 改善空间规划 低收入户审查严格 陈代表请施工所公开宣导 让申请人顺利申请 针对殡葬所停官室不足问题 秋一山代表提议保留原有建筑 另找空地整设停官室 邱代表也关心东大校地归还问题 阻密温中人回应 会先进驻东大第一排建筑物 疏解工所办公空间 逐次编列预算 与县府东大达成三方协议 协助东大退场 那我们短期内也希望就是说 他把就是说可用的一个建筑物 就是说就是正门那一栋 就是说看能不能 就是说让出来给施工所做一个使用 因为目前施工所整个 这个办公厅设 目前面临到非常拥挤的一个情况 那整个卫民服务的品质 也没办法就是说 很能够很顺利的展开 那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说 他把这门口这个主要的建筑物 抑制小黑纹生长 要求幼儿园注意孩子状况 预防肠病毒感染 就我们都会这样子的分心 那个肠病毒的征兆是什么 肠病毒的征兆 他说会抽 会抽细啦 还有肌肉会抽细这样子 在家会发烧 他说肌肉会抖动这样子 那可能要医生上 医生在整段会比较正确 好不错 所长有做一些功课 谢谢 肠病毒的征兆是四岁 很想睡 四岁 呼吸有点困难 对 整个活动力都减弱了 好 这是肠病毒 心跳会加快 好 这是肠病毒比较有的征兆 还有一个就是 就是他突然间全身肌肉会缩缩 对 肌肉会抖动 对对对 这是肠病毒征兆 这是一个知识啦 因为你在幼儿园里面 也要跟老师宣导一下 看到这些症状就表示 大概有肠病毒的症状了 好 赶快送到那两家的指令院去 好 就是我们肠病毒 的预防了 用市民纳税前盖的泳泉运动公园 却杂草重生 池水堵塞 曾代表建议开花清理 重新铺上大栗石 让泳泉回到市民记忆中美丽的样子 才能所在综合报导 不是影响而已